据李女士说 因为哥哥的关系 他对侄子充满了怜惜之情 而且他也不愿意为了钱 伤害到亲情 所以在算账的这个问题上 自己也是一再退让 才导致陷入到困境之中 如今两人仍然不愿意 主动去找侄子 但这笔账 又是横跟在他们之间的鸿沟 难以逾越 为此我们决定连线 李女士的侄子问明情况 您觉得我作为长辈 而且这孩子对我这态度 我不能给他打这电话 我们帮您打 到现在所有电话都没有 那这么着 您别着急 他上海那个电话您还有不 有一个 他怎么称呼姓关是吗 关 好好好 我们试试啊 别着急 您好 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请和对后号 空号啊 您好 您所 这空号说明注销了呀 家里的号呢 没有 您不知道 他以下都没有 您不知道他家住哪儿吗 他家电话号码您都不知道 不知道 哎呀 就别要了 要你也要不来 王先生想要回钱的态度 非常坚定 而妻子却始终坚持 不想让丈夫去要钱 他们之间的矛盾 到底要如何才能化解 王先生这笔账 究竟能不能要回呢 我还没关系 怎么会 呃 都没有空